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 朝鲜当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这是今年的第七次发射 从飞行距离来看 有可能是朝鲜版的 伊斯坎德尔支撑的KN-23导弹 韩国军方正在综合分析 飞行距离 高度 速度等导弹的具体参数 韩国军方表示 朝鲜在当地时间19号早上11点05分 在平安北道东仓里向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导弹飞行约800公里后落入东部海域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军方以加强监视和戒备 在韩美紧密合作下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 并谴责朝鲜间列发射弹道导弹 对半岛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 有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并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挑衅行为 这是朝鲜今年第七次发射弹道导弹 距离上次发射仅三日 韩方分析认为朝鲜此次试射导弹 可能是抗议韩美正在实施的 代号为自由护盾的大规模连演 朝鲜16号在平壤市顺埃一带 向东部海域发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 在场指导的领导人金正恩指 将让韩美见识到无法挽回的威胁 韩方相信朝鲜或持续发起挑衅 抗议韩美自由护盾连演 韩方立有意见认为 朝鲜有可能通过发射固体燃料 洲际弹道导弹 以正常角度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以及发射军事侦察卫星等 逐步提升挑衅力度 也不能排除进行第七次合适的可能性 日本防卫省19号也表示 朝鲜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 最高飞行高度约50公里 飞行约800公里后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海上 以通过外交渠道 向朝鲜提出强烈抗议 正在收集信息 并继续保持警惕和监视 另外联合国安理会20号将召开 关于朝鲜核不扩散问题的公开会议 会议可能针对朝鲜16号发射的 洲际弹道导弹 浙江市安理会近年以来 第二次召开公开会议 讨论朝鲜核岛问题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岛